欢迎收看我熊老师 佩妮教数学 我们这堂课要带两个应用型的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大考题 所以你们很容易在讲义课本里面看到 小明在考前五天 还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四科没有看 他打算每天都集中看一科 而且四科都看至少一天 然后不要连续两天看同一科 不要连续两天看自然科 他可以排出几种学习计划 那在这里我们先提一个小小的可以留意的地方 你就会发现他只有五天 那他四科至少都要看一天 所以他留下来的讨论空间不多 像我们前面有双层配对的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那个时候说有七个东西要给夹一柄 但是我们已经怎么样 指定六个 其中一个要给夹两个 要一个三个要给一柄 还剩一个 那就说题目会让你们需要稍微讨论一下 可能是怎样 可能是怎样 可是我们也不希望学生为了讨论 这个把说绞尽脑汁 全部列出来十几种可能 然后才开始算 所以他会让他的那个讨论的情况 被限缩 不要让讨论量太大 所以这个可以安心一点 至少要看一天 不要连续两天看同一科 注意这里 不要连续两天看自然科 也就是说 我如果多出来的那一科是物理或化学的话 就会有三天是自然科 可是只有五天而已 对不对 那我又不要连续两天看自然科的话 这就是一个切入点 他让我们去把它设成两种情况 如果是自然科乘以三 这个社会科乘以二 那这样子的话 他一定得排成自然自然 自然社会自然社会 要不然他的三个自然就粘在一起 就会有两天粘在一起 其实我们只有一天可以分配 如果今天是 如果是物二划一 如果是物二划一的话 那就是怎么样 这三个自然分配给物物化 那两个物没有差别 所以是三阶除以 因为三天是不同的天 所以二阶 这个二阶注意就是两个物没有差别 那然后一样两个社分配给历史地理 还有一个二阶 可以吗 那也有可能不是物物化 可能是物化化 对不对 所以多乘一个二 那这个就是三个自然两个社会 那如果 那这样这里的排列的情况 就会比较多元 我们只要不要连续两天看同一科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连续两天看自然科 一样以不要连续两天看自然科为切入点 所以就是怎么样 三个社排好之后自然插入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决定科目 所以三个社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是没有产生变化的 然后自然插入进去 那因为我们现在自然科也还没有决定 哪一个是物理哪一个是社会 所以他们两个自然是一样的 所以你是从 一二三四四个不同位置中 选两个出来 配对给无差别的自然 那另外两个配对给叉叉嘛 所以他是四阶除二阶二阶 也就是所谓的C四取二 这个你可以写四阶除二阶二阶 一样如果是历史两阶地理一阶 那三个社会配对给史史地是三阶除二阶 我们这个时候再把两阶的自然配对给物理跟化学是两阶 可以吗 如果你刚才这里已经让物理跟化学分开来挑了 你这里写的是P四取二的话 就是四乘三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没有两阶了 然后一样可能不是史史地 可能是地地史 所以是再乘一个二 这样子 那所以总共有几种呢 十二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C四取二乘在后面 会是十二乘以六 所以是七十二 所以合起来是八四种 下面这一题 某座山的课上下五个试节 有两堂是数学两堂是英文 历史地理 国文物理各一堂 两堂的课要粘在一起上的话 而且两堂的课不能够一堂 第四节一堂第五节 那这样子总共有几种排课方式呢 你们可以想一下 那一样他需要稍微的讨论一下 那怎么讨论会比较好见仁见智 那我个人的话 因为他这里有提到说两堂课要粘着上 这会成为一个 大石头 所以我们用大石头来去帮我们 把这个情况分开来 你有可能是怎么样呢 两堂课都在上午或都在下午 也有可能是两堂课一堂在上午 就是说英文跟数学 一个在上午一个在下午 我们就分这两类来看 如果英文跟数学是一起的 这样就把四堂占掉了 哇多轻松 那我们这样子总共会有几种呢 如果英文跟数学都在 所以说这个是 音数都在上午 都在一起 音数都在一起 如果我们先设定他都在上午 那上午到底谁音 英文先还是数学先 就二节这两个对调而已 后面四堂课给另外四堂配对是四节 那其实也有可能音数在下午 四堂课在前面 那就会有一模一样的情形 所以会再乘以二 这就是音数在一起 如果音数不在一起 OK 如果音数不在一起的话 假如说数学在上午 英文在下午的话 那数学呢 他还可以决定他要在一二节 一二节 一二节 还是二三节 还是占三四节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他就有三种变化 数学他到底要在一二节 二三节还是三四节 那英文一样有一二节二三节三四节 所以三乘以三 剩下的四个位置在一个四节 那这个是英文上午数学下午 数学上午英文下午的情况 所以有可能颠倒过来 数学下午英文上午 这样 这样我们就讨论完了 那当然了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刚才是说数学一二节 二三节或三四节 那也有人他会去想说 数学跟另外两堂课在这里配对 那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就是看你怎么想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里是 二十四乘四是九十六 这个是二十四去乘九十八 十四三二 那再合起来 所以总共有五百二十八左右 可以吗? 那我们这样就上到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 原油会小民雇的摊位要卖一千个糖果 他们打算分成十包 把一千个糖果 他没有说米饭要一样多 一千个糖果分成十包 如果希望第一个来的顾客 不管想买几颗 都一定能一次就把他要买的数目拿走的话 那他这十包要怎么装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蛮值得教的 那也不知道他放在哪一个单元 所以他有可能会出现在排列组合里面 那因为我们每个袋子是 会被拿走或不被拿走 就是你要挑这一袋或不挑这一袋 那他其实有一个二进味的味道 就是说你要嘛就加这个数字 要嘛就不加这个数字 一个二进味的系统 他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第一个灯泡是一 第二个灯泡表示二 第三个灯泡表示四 第四个灯泡表示八 那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我这个灯泡 这个我有亮的话就写一 没有亮就写零 如果我这三个都不亮 这个才亮这就是一 如果我亮这两 这样子 这就是二 如果我亮这两个 那就是一加二是三 如果我亮零一零零的话 就是四 可以吗 那我如果多亮了这一个 没位置写 除掉原本 多亮了这一个 一零零一呢 就是八加一是 八加一是九 也就是说我用两个灯泡可以表示 零零 都不亮是零 零零零一 然后那个一零和一一 四种 从零到三四种 我用四个三个灯泡呢 可以从零 都不亮 零零零 是零到一一一 是 四加二加一是七 所以我用三个灯泡呢 可以表示零到七八种 就是刚好二的三次 四个灯泡它可以从零表达到 这个八加四加二加一是十五 总共有十六种 就是二的四次 这就是二进位的方式去描述的 那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灯泡可能有亮和不亮 有亮和不亮的话呢 你如果让它每一个灯泡 刚好都是前一个灯泡的数目的两倍的话 我四个灯泡嘛 你可以表示到二的四次 那所以说我们这里有十包 那我这十包呢 我只要按照刚才讲的这样的模式 第一代放一颗第二代放两颗 第三代放四颗 第四代放八颗 十六三十二六十四 一二八二五六五一二 我就可以用来表示从零到 最后是全拿走的话 是五一二加这个全加起来是一零二三 它会是一零二四少一 所以它可以表示零到一零二三 总共一零二四种数字 那不相信吗 我们来试一下 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三百三十三 顺便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 这个 把一个十进位换成二进位 它其实很简单 三百三十三除以二的话 会是这个 一百六十六余一 对不对 那注意有余一的话 就会在这个地方有 一 然后一百六十六除以二的话是这个 八十三没有余 然后八十三除以二的话是四十一余一 四十一除以二的话是二十余一 二十除以二的话是十没有余 然后十除以二的话是五没有余 五除以二的话是二余一 二除以二的话是一没有余 好我们刚才这样子除下来之后 把它从这个一这里开始放 一、零、一、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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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最后的这一个除数 都有 这样子都有 那 我们来看验算一下 所以二五六加六四 这样子是三百二十 三百二十加十二加十三 三百三十三没有错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取得所有你在1023以内想要拿到的数目字 那它总共一千颗糖果 那 不过所以因为它只有一千颗糖果 我们最后这一代是没有办法变成是五一二的 那会是几颗呢 因为在这一代之前总共有五百一十一颗 所以最后这一代是四百八十九 这样可以吗 那么下面这一题 这个我们也直接讲 一支天平呢 它说它有 一三九二七四颗砝码 可以确认几种不同的质量 那 它其实跟上面这个是呼应的 就是说我们的 一个带子呢 有这个有拿跟不拿 那有拿跟不拿是二进位 那一个天平呢 它的砝码可以怎么样 可以放假如说我的这个代测物在左边 那 那 我的砝码呢可以选择放右边的话就加一 不放的话就加零 但是我也可以选择怎么样 放左边 就 减一 这样子一来它可以去操作这个三进位的系统 三进位的系统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它这个砝码其实设计的刚刚好的 我们像我们刚才这个有拿没拿二进位的话 一直是二次方嘛 它这个是三次方的 所以等于说它其实总共可以 这样子总共可以去这个确认几种不同的质量呢 如果你全拿的时候是 全部加在右边 全部加在右边 的话是这四个加起来 是40 全部不拿是零嘛 全部加左边是-40 可以吗 如果今天它没有其他的这个 这个没有其他的物品放在右边 那因为我们这样子一来 我们就没有40这个选项了 那应该也不会算零啦 所以我们的答案 这一体的答案可以确认几种不同的质量呢 其实是40种 那如果今天我另外一个也有物品的话 这样然后我这个物品已经知道重量了 比如说这样子的话 它可以透过我这个四颗砝码呢 去达成81种质量的调整 也就是说我这个假如说是100克的话 我可以把它加40到140 或者是减40到60 这样子总共会有81种的重量可以被我称出来 那因为它没有提到这个前提嘛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呢 是写40种 就是说你透过这个 加1或不加1或扣1 可以产生81种质量 那因为它刚好每一个都差3 所以它可以稳稳的数完 这个40到0的所有的数字都可以配出来 那就是这一题 那我们今天课上这里